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 怎麼用圖像記憶法 來學拍子 我們要開始學習拉琴之前 總共有四個知識 要做總複習 第一個是拿工的姿勢 第二個是夾琴的姿勢 第三個是運動的姿勢 第四個是暗選的姿勢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拿工的姿勢的複習 我們先大拇指要放進這個凹槽裡面 然後中指跟他形成一個圈圈 這樣子的圈圈 然後食指 壓在這個前面 然後無名指 自然的放在中指的旁邊 小指 站立在弓桿上 這樣就是正確的拿工姿勢 如果想看關於拿工的細節 更多的資訊 可以到我之前的影片觀看喔 第二個要複習的姿勢 是夾琴的姿勢 夾琴最重要的有兩個點 就是肩膀的位置 跟下巴的位置 肩墊 我們要放到我們的肩膀上來 然後下巴用自己最舒服的地方 靠在這個凹槽裡面 然後把琴夾穩了 可以把手放開試試看 關於挑選肩墊 還有夾琴 更多詳細的說明 可以參考我的這支影片 第三個我們要複習的姿勢 是運弓的姿勢 我們把琴夾好了 弓也拿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運弓 運弓要跟琴橋呈現平行的狀態 像這樣 那我們的運弓有分下弓和上弓 這邊我要教大家下弓跟上弓的記號 那下弓跟上弓的記號是什麼呢 在我的書裡面也有教喔 這個就是下弓的記號 當我們看到這個記號的時候 我們的弓就是要向下拉 這個是上弓的記號 當我們看到這個記號在音符上的時候 這個音就要往上推 第四個我們要複習的是按弦的姿勢 按弦就是把琴夾好了以後 大拇指放在拇指區裡面 那按弦的姿勢 我們要注意 我們是用指尖來按弦 每隻手指頭都是立起來的 然後這個時候也要注意 我們的手腕跟手臂 是不是呈現一條線的狀態 不要用手掌去扶琴 也不要過度的凸出來 一定要保持平行的 讓手掌有良好的按弦空間 那接下來我們要複習上次教的 第一把位的音階 第一把位音階的順序 我們會是從藍色 爬完了以後 換綠色 接著換紅色 再來最後是黃色 排一次給大家看喔 那我們的第一把位音階 也有另外一種按法 因為 第四指 就會等於 隔壁一條弦的空弦的音 所以我們可以用空弦的音 來取代這個四指 我示範一次喔 這是四指的版本 這是空弦的版本 如果想看第一把位音階更詳細的解說 可以到我之前的影片觀看喔 那我們學會拉所有的音以後 我們的音就可以做長度的變化 音的長度就叫做拍子 在我的書裡面 我有教大家怎麼用圖像記憶法 來記憶一二三四拍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一拍的圖案 他是一隻黑色的小狗 然後有繩子牽著 所以 他的拍子 就會像小狗的叫聲一樣 短 只有一拍 所以當我們看到 音符長這樣的時候 他就是一拍 當我們學會一拍的時候 就可以在小提琴上面 操作看看 四條弦上面都做練習 這是我設計的 兩拍的圖案 他是一隻白色的貓咪 也有用繩子牽著 也有用繩子牽著 所以當我們看到音符 長這樣子的時候 他的長度就像貓咪叫一樣長 所以是兩拍 那我們學會兩拍了以後 也可以在小提琴上面的四條弦 操作看看 這是我設計的三拍的圖案 是一隻白色貓咪 跟一隻小小的老鼠 他正在追著老鼠 所以這隻貓咪 他又叫了更長了 他叫了三拍這麼長 所以當我們看到 兩拍的音符旁邊有一個點點 這個的長度就是三拍 那當我們學會三拍了以後 也一樣可以在小提琴上面 實際操作看看喔 這是我設計的四拍的圖案 他是一隻白色的乳牛 白白的 然後也沒有繩子牽著他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音符的時候 我們就要演奏出 跟乳牛的叫聲一樣長的聲音 他總共有四拍 所以當我們學完四拍了以後 也可以在小提琴上面的四條弦 操作看看喔 那這就是我們的 一拍、兩拍、三拍、四拍 的圖像記憶法 大家都記得了嗎 那這個是節拍器 在初學的時候我都很建議 大家都要邊練習邊使用節拍器喔 那我現在要示範我叫本裡面的 練習第七手 我會配著節拍器 打出80的速度 他打一下就等於我們的一拍 那現在我要示範我的叫本裡面的練習第37手 他全部都是使用綠色這條弦 RE弦 RE MI FASOLA五個音 組成的一首歌 那現在節拍器我要打出100的速度 3GO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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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那我们学会了演奏音符的长度 这时候也会有休息的长度 就是我们的休止符 那我现在也要来教大家 一拍两拍三拍四拍的休止符 这个是我设计的休息一拍的符号 它长得像毛毛虫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谱上看到这样的记号的时候 代表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当我们学会了一拍的休止符以后 就可以在小提琴上面操作看看 演奏一拍再休息一拍 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我设计的休息两拍的图案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 我们要想象它里面藏了两只毛毛虫 在谱上看到这样子的记号的时候 我们要休息两下 学会了休息两拍的符号以后 也可以在小提琴上面实际操作看看 像这样拉两拍 休息两拍 拉两拍 休息两拍 这是我设计的休息三拍的图案 它是一个帽子 旁边有一只小小的老鼠 它跟音符的原理一样 如果两拍旁边加一个黑色的老鼠 就等于是要休息三拍 所以当我们看到谱上有这样子的记号的时候 代表我们要休息三下 当我们学会三拍的休止符以后 可以在小提琴上面操作看看 演奏三拍 再休息三拍 演奏三拍 休息三拍 这是我设计的 休息四拍的图案 它是一个倒过来的帽子 所以我们要想象 它里面藏了四只毛毛虫 当我们在谱上看到这样子的记号的时候 我们要休息四下 我们学会四拍的休止符以后 也可以实际在小提琴上面操作看看 演奏四拍 休息四拍 演奏四拍 再休息四拍 那我现在要示范 我教本里面的第十四首练习 它是有音符也有休止符的 全部都在黄色这条旋上面演奏 那我现在解拍器要开八十 一二三四 那我现在要示范 我教本里面的第三十八首练习曲 它是结合了音符跟休止符 全部都在绿色这条旋上面演奏的 所以只有RE MI FASOLA这五个音 我先把节拍器调到100 一二三四 那我现在来示范 用SOLA C DO RE这五个音组合成的曲子 JINGLE BELLS 然后用100的速度来拉给大家听 一二三四 JINGLE B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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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私訊給我 我是大眼老師 我們下次見